民陣下午發起七一遊行 蘇爾曼計示威者29日 在日本首都東京市中心首相官邸前集會 埃及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宣誓就職 民陣下午發起七一遊行 民陣估算有40萬人參與 警方說遊行最高峰有63,000人 而由維園起步時有55,000人 遊行人數都是較暖,有所增加 遊行隊伍下午3時出發 晚上8時45分龍美才抵達終點新政府總部 歷時超過5小時 而因應政府總部簽至天馬南 今年的遊行路線有點更改 遊行由銅鑼環圍遠出發 經軒尼斯道、金鐘道、其後轉出下角道 再到天美道的新政府總部 而在政府總部外部份人抵達後 在現場集會 來到政府總部這裡 我們今天有很堅定的一個訴求 踢走黨官雙歸 我為自由真民主 我為自由真民主 踢走黨官雙歸 我為自由真民主 在遊行期間大批遊行人士 不滿在維園等候兩個多小時都未能出發 衝破警方人臉 仰出高示威度 沿東西行線出發 民陣指相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是由中聯辦扶植 加上被揭發大宅僭建 個人誠信有問題要求他下台 同時要求平反六四 以及為內地民運人士李旺陽申冤 其中遊行團體也表達不同的訴求 包括爭取提高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 記協的抗議警方 踐踏新聞自由等等 警方表示 遊行速度緩慢由於很多人沿途加入 加上街站吸引不少遊行人士駐足觀看 佔用兩條行車線 嚴重拖慢遊行速度 而部分示威者 在維園對開的高示威道 衝過東行線馬路 警方要封閉 整亂高示威道的六條行車線 疏到遊行人士 遊行開始時 在場人士不斷高叫 新任特首梁振英下台的口號 至少十多名男武子警員 在龍頭開路和戒備 遊行期間 有遊行人士提出不同的訴求 而遊行方式也層出不窮 而至於人民力量 發起遊行 尾隨文鎮七一遊行 龍美出發 遊行到修短球場集會之後 再遊行到中聯辦 民陣召集人黎恩號表示 一共有四十萬人參與遊行 是03和04年後的最高 認為是市民向行政長官 梁振英投下不信任票 反映梁振英不得人心 要求他在一個星期內 清楚交代潛建事件 承諾落實雙普選 以及各自政治爭議議題 另外本台會製作為歸15周年的特輯 請各位觀眾密切留意播映日期 數以萬計示威者 29日在日本首都東京市中心首相官邸前集會 抗議野田街現政府批准今日重體大飯核練習 示威者傍晚開始在首相官邸前聚集 不斷有人加入形成包圍姿勢 造成官邸附近的交通嚴重堵塞長達1公里 組織首都圈反核電聯盟的成員說 有超過15萬人參加示威 是一個星期前同一個地點反核電示威的三倍多 東京警方調集數百名警員警戒 就說有數萬人集會 有來自美國的示威者就說 這個不單只是日本的難題 這個是國際難題 日本時事通訊社報道入夜後首相官邸外 叫喊聲持續高漲 首都圈反核電站聯盟至3月底以來 幾乎每個星期五傍晚都會在首相官邸前組織示威 主要是通過微博客和社交網站邀請支持者參加 這個民間團體說示威者人數自進入6月以來不斷增加 上星期五即是22日達到4萬5千人 野田政府16日批准重啟福井苑關西電力公司大飯核電站 應對下季用電高峰 日本政府保證核電站安全無遇 能對維護日本經濟是非常重要 野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後 日本其他核電站逐步停機檢查 今年5月初進入零核電狀態 關西電力說如果大飯核電站不重體 關西地區供電缺口大約為15% 野田政府尋求8月份確定後福島時期蒙原政策 29日早的時候就日本核電前景列出3個選項 將在全國範圍展開公共諮詢徵求意見 而一些政府官員就推測野田政府最終將選擇中間選項 即核電比例減少至15% 埃及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宣誓就職 穆爾西在法官和軍方的見證之下 在最高法院宣誓就任總統 承諾帶領埃及人民開創新局面 他會尊重憲法和法律 確保司法、立法和行政獨立 和以往穆巴拉克在國會宣誓不同 由於國會早前被最高法院下令解散 穆爾西不僅要改在最高法院宣誓 面對的都是一班穆巴拉克任命的法官 而過往總統宣誓儀式舉行期間 街上的汽車都會停下 但今次就可以如常行駛 突顯穆爾西的平民身份 穆爾西宣誓就任之後轉往開羅大學發表演說 軍方奏樂和名放禮炮 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瑋入場的時候 在場的人高呼反對軍方統治的口號 官方就立即開咪高呼支持軍方 穆爾西發表演說指軍隊重回保安崗位 依法行事 他又強調埃及會遵守國際條約 不會干涉別國內政 也不會允許其他國家干涉埃及的事務 他亦會致力振興埃及的經濟和旅遊業 穆爾西之後更加和坦塔瑋 以及看守內閣總理尖祖里 在開羅斯交的一個軍事基地閱兵 在解放廣場 繼續有大批穆爾西的支持者聚集 慶祝穆爾西就任總統 認為只有平民出任總統 才會明白民間疾苦 分析就認為 面對軍方的影響力 穆爾西要處理好和各方的關係 預計會有很多障礙 動作 pergunta 譬如今